嗨 大家好 今天呢 要來跟你們分享我喜歡用的短夾 不知道大家會不會喜歡用小小的包包 因為我很愛像這樣小的包包 我還有更小的 這已經算是我比較大的包包了 那如果你用這種東西的話 你就很難把廠家放進去 所以我今天想要來分享兩個 我的Caspay的短夾 那這兩個呢 這個是我之前先買 然後這是我的好姐妹凱倫給我的 那我已經在 因為它是做代購的嘛 我把它的代購連結貼在底下 我已經在它那裡買了好幾個 手錶 然後買了包包 然後這是它送我的一個禮物 那因為我一直想要找小的短夾 我都說它是包包皮夾 因為我覺得長夾太大了 我就放不下 像這樣的話 就還可以 那這個是我在夏威夷的時候買的 就Caspay的Olet買的 它很漂亮 是Tiffany色的 這個就 它是Tiffany藍的顏色 然後它這個皮咧 有一點像是牛皮 可是是亮面的 就是你應該可以看得出來是亮面的感覺 然後 就蠻厚的 因為它這裡有一個 零錢的區域 然後這是 旁邊皮夾的區域 那Caspay的短夾系列呢 它還有一個是防刮的牛皮 有點像這種的 就這種 材質的防刮牛皮 我覺得 這一種材質是比較好 然後 但我問了凱倫 因為我之前想要找 它的防刮牛皮是正店款 所以價錢 很高 然後 就可能一個短夾就要三千多塊 我就覺得 就這麼貴嗎 有點買不下手 所以我記得我那時候買這個很便宜 一兩千塊而已 然後用了很久 我已經用了 兩年嗎 它還是一樣 像新的一樣 完全沒有任何的 刮痕 然後 幾乎沒有髒 然後就非常的好 但是 我後來覺得這個太厚了 因為你看 這是我現在新的 最常用的 它的皮是差不多的 給你們看一下 它的皮質是差不多的 然後都是亮面的 有嗎 然後 應該是同一個系列 只是造型不一樣 因為你看側邊 它的零錢只有這樣小小的一格 然後它的零錢是很厚的一格 可是我這邊已經塞滿了我所有的東西 差不多厚 這個還比較薄一點 這真的太厚 這是我是空的 我是用了一陣子之後 發現它真的太厚 它厚到我連塞到小包包裡 我都覺得有點太厚 是因為它的 零錢這一格非常大 如果你一定要放零錢 或零錢很多人就可以放 你看它零錢有多少 這我都覺得鑰匙可以裝進去了 那如果我出國的話 有時候會換這個 是因為我會把我外幣 就外國的錢幣放在這裡面 我就直接把這邊當零錢 就是放錢的地方 我的錢可能就不會放在 這裡面 因為 它這個設計的關係 我會覺得 這邊好難拿 就是我每次要拿錢的時候 我都覺得 你看喔 就 KK的感覺 就是我拿不太到 所以我就覺得很麻煩 我反而會 可能先領錢 或是比較 可能領個一千塊以上 我都會習慣把錢先放在這裡 然後把一千塊放在這邊 然後我這邊花完 我才會去這邊拿 因為太難拿了 就比較不會亂花錢 然後它放卡架的地方 這個的是 一個 兩個 三個 四個 五個 然後這邊還有兩個小的 這邊也兩個小的 五個可以放錢的地方 我覺得 還OK 然後它有放照片的地方 我不知道有沒有人會覺得 就是 比家一定要有放照片 我自己覺得蠻重要的 因為我喜歡放 就是 喜歡放照片 跟男朋友照片 自己的名片 或隨便 我就是想要 錢包打開來看到照片的感覺 然後 它放 鈔票的地方就這樣一格 然後這樣 然後這裡還有一個短的 是可以放游泳卡 或是什麼東西的 大概是這樣 那 這個是我的 現在用的 它是桃紅色的 超級適合我眼神 那它的零錢這邊 其實沒有小喔 因為它還是可以 還是可以撐很開 然後我還是 我也是放蠻多零錢的 我放多少 我放一大堆 所以它也是可以放個 二 四 六 七 七八十塊 的 錢 它也是可以放蠻多鈔票的 然後 如果你這裡不想要放這些 我有時候會放鑰匙 就是 我 如果沒有把我的 就是我的鑰匙 如果沒有放鑰匙圈 就會可能去 用更更更 想要比較 我可能連鑰匙 我就會只帶鑰匙 本來例如說我家大門 然後門的鑰匙兩隻 我就會放在這裡 也是可以放的 我放過 然後因為它旁邊有這個嘛 夾著 所以它其實可以放很多東西 然後給你們打開 看裡面 是這樣 你看我就會把我們的照片放在這裡 這超好笑的 就是 我男朋友有一天就看了我的皮夾說 那是誰啊 你跟誰的照片 我說 是我跟你的合照 去 大家吃牛排的時候 他把我們照 這好白癡 怎麼會連自己都認不出來 他居然以為我的皮夾放別的男人的照片 我就說那就是你好嗎 好白癡的 然後放卡的地方 它比較多 我覺得 因為呢 它這個是放照片的這一層嘛 照片的這一層 照片是從旁邊放的 就是它的照片是旁邊放的 剛剛那個是照片的那一層 就會佔一個格子嘛 所以這個沒有 所以就等於這裡可以放 這裡有一張 兩張三張 四五六七 它可以放 七張卡哈它就可以放蠻多的 然後 旁邊這裡一樣有 像這個側邊這裡就是放照片 這邊就是放照片的 然後這裡是放 看你要放什麼 我放了平安符 然後 像我這邊就會放明片 然後這邊都可以放卡 然後 因為它沒有後面那個很煩的零錢 所以 它打開是很輕鬆的啊 就可以這樣子放 就是它不會卡卡的 它打開就是很 你很平常就可以打開 你應該 可以感覺出來 就是很平常就可以打開的樣子 然後我的錢就這樣放著 然後它旁邊呢 這邊還有一個 這裡也還有一個 然後這邊又還有一個 所以它其實有非常多可以手拿東西的地方 我就會覺得 這個 目前來說比較好用 然後它扣的方式是扣在裡面 你看我裡面已經塞這麼多東西 跟這個空的 比起來真的是一樣 你就知道這個有多廢 我就會說這是胖的 胖的寶寶皮夾 這是 薄的寶寶皮夾 所以我現在真的很喜歡這個 然後 我買了那個 Rebecca Mingolf的寶寶 它真的非常的小 小到放不下東西的那種 這個也可以放進去 我的Rebecca可以放這個 加我的手機 加我的RX100相機 加補妝的用具 都OK 那 今天的影片呢 就想要跟你們分享一下 我覺得還不錯的兩個短夾 那你也可以 找類似這樣的 因為我找過蠻多短夾 它其實功能性都不高 就是 又更更更小 那我不喜歡錢塞在旁邊的感覺 我不喜歡把錢對著 我想要錢是 這樣子 可以打開 看著 就是有點像長家的感覺 所以這真的是我找了很久之後 比較OK的兩個 功能性 不錯的短夾 那你喜歡很多零錢 你就買這種的 那如果你零錢很少 就買這種 因為我真的很不喜歡碰到零錢 我都會盡量用悠遊卡 或是用信用卡付錢 好 希望你們會喜歡今天的影片 那 如果有什麼想要跟我說 或是你們自己有覺得還不錯的短夾 可以在底下留言跟我討論 記得幫我點個讚 然後訂閱我的頻道 掰掰